晚上七点四十了 车子到位开始卸货了 早晨是从前面倒进来 问了门卫师傅 然后进来问了餐馆 他说卸在这个空的地方 然后我看了一下 倒进来 正好那些橡胶制品 全部写在这 卸货还蛮顺利的 人也不少 早饭下点面条吃吃 荷包蛋面 刚才都订了一票货 但是人家可能是地址搞错了 他是到如东的 他是发布 他是到如高的 我跟他谈下来了 但是 他这个地址可能弄错了 他说老板电话打不通 实际上是弄错了 应该是到如东的 这个货我看到平台上面 四五个人在发 老板自己也在发 那你发了有什么用呢 你价格不对 你还在进区里面 价格不对的 9点25 谢完了 运费也收到了 这个货就是爽气 是吧 我们先开出去 已经是10点50了 刚才订了个货 这边的整车不多 都是零蛋 零蛋配来配去 感觉也配不成 价钱不合适 订了个货到家山 有点远 要80公里 但是我感觉只有这个货 适合我 拉了个到我们如高港 立讯的 拉电子配件嘛 托盘 就是要自己拉一下 他这个货下午装 说是说4点钟 往上 还能卸掉 走全高速了 到家山 80公里 时间不急 我们就慢慢的 从下面过去 海宁的斜桥 印象当中 只是海宁的 这个斜桥的 榨栽很有名 但是人家这么多年 发展的蛮好的 工业区 一个镇的工业区 这个旁边就是 航海沉寂铁路 受到这个杭州的这个辐射 让这个经济搞得蛮好的 这就是航海沉铁 红酒公路 进入油转转油岛 进入油转油岛 最后油转 走同乡的二环 然后再走加同乡 到加新的三环 到加三 无平安 不同乡 向右前方进入右转转右道 随后两百米右转 两百米后右转 前面就是加新的三环 这边是加新水果市场 320国道加新收费站 已经拆得干干净净 进入右转转右道 随后右转 不是我到立开装货的 我从那边被赶过来的 跟你说一下 今天下午不要停 下午啊 今天下午过了以后 你们再停着聊好了 今天下午有领导来这里检查 今天下午不要停着聊 不是我情况跟你讲一下 我到那边去装货的 我还没好近 那别的哪个里 好附近还有好停的地方吗 停一下永舍路那里吧 往前 往那边 往那边那个口子那边 往转里面去 哦就是一直往前是吧 往里面 不是一直往前 前面那个口子转里面去 好的好的 谢谢啊 好我马上就过去啊 今天下午不要停 好好好谢谢 哎 哈哈哈哈 停个这菜哪了 吃完饭 停过去 从右面啊 另外夹着两个核包帐 3点20了 打电话过来了 就可以进场了 到门口来接我 过去了 到长连1.4公里了 兜了一圈啊 也不要登机了 直接进了 哼 去赚这些货啊 再车他拉一下 这都握不住 哦这个握不住 OK就这么多 走了 马上4点钟了 装完了 扣盘啊 很快啊 这种货装卸都很快 走了 出汗了 这种货装的货装 是 这种货装的货装 这种货装的货装 灵光了也不要登记也不要什么手续 这个货好 走了回家了 这么大的一个路口竟然没红绿灯 来到了生家湖 遥妆收费站 我们才两吨七的货 靠右上坡 继续行驶八十八公里 注意货车不能走在左侧车道 100米后靠左行驶 广无锡八成北方向 我今天走本桥 走一趟数据站 三年前 阳城湖的大风车下午五点五十 过收费站后立即靠左上坡 从本桥下来了 132块 250米后靠左行驶 延苏玉章公路一路向北进长叔了 长叔明天还要来 明天还要来拿货 被老婆来打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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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点五十了 六点五十了 到了护树东长江公铁大桥 我们过了桥就南东西出口下去了 过收费站后 立即向左前方上高架 前方向左前方上高架 123块 向左前方上高架 先后一百米靠右行驶 白岸 乖乖 开萨岛弄得这么漂亮啊 梦获之春 南东通州 开萨岛体育旅 哈哈哈哈哈 漂亮 前方即将经过揉高长江大桥 全长一点一公里 1046米 如高长江大桥 向右前方行驶 往前 二号 登记一下 你好 送货的 哎 等着呢 等着用我从那个加山工厂进来的 对 那个一闪一闪的那个地方是吧 那里是个 感情 那是二号门啊 好好好 我知道 好好好 打电话啊 50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左转 这里还有很多荣盛的痕迹啊 大门掉还没拆掉啊 红绿灯路口左转 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左转 火车消毒中套 嗯 左转 火车消毒中套 要到8点半才可以进厂 还要等一个小时 没办法 这个大厂就是这样 他现在可能是交接班 这个货从加山到我们如高的如高港 200公里路 300块钱 油钱 300多吧 过路费 250几块钱 运费是 1300 技术服务费 抽掉 就剩下一千两百六十二 去掉油耕过路费 到我这里也就 小七百 好在他今天晚上能够卸货 这样我回家明天起早再陪老婆去南货 去长寿进货 最快后天可以再找货出去 行情也就这样了 只能多跑跑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